回到柴灣 今天單位要進行另一個工程 廁所裡的長磚都鋪好了 現在這就是將來企缸的位置 蔡師傅還很細心地預留了兩個位置 讓林太擺盛頭水 美觀得來又實用 起碼不用有兩個層架凸出來 至於客廳方面 因為要準備為智能家居做電位 所以工友特意做了很多燈位 跟著蔡師傅的設計圖 看見這裡似乎會安裝很多燈,很期待 冷氣也做好了電線位 其他電位都已經進行了 現在工友正在安裝 蔡師傅和林太擺盛的窗台石 眨眼睛已經完成了 全新的雲石面是反光光亮亮的 另一方面工友正在準備鋪地板 現在師傅用水平移度好高度 確保鋪上去的磚是完全水平和平滑的 這樣就不會鋪得出來高低不平 為了要做出酒店的風格 這次林太就選了比較光鮮 亮亮的地磚 而且也很大塊 所以工友一定要很小心地對好每個切位 將每塊地磚突平 地磚大有大的好 很快工友兩三下手勢就鋪好了 現在輪到幫長生游游了 這次林太選了這隻游漆 除了游上去沒有什麼味道外 還可以有效地降低 室內空氣中的甲醛含量 還有抗菌的功效 這樣就大人小孩也健康很多 林太的房子已經鋪好地板和長磚 還游了游 下一步就是等傢俬進場 這一天客廳的特色牆來到 工友在這裡很小心地逐塊安裝 牆身後面會藏起電線 而且會預留多些電線位 給之後的智能家居使用 這一棟特色牆裡面其實是雜物房 完成了之後 客廳的空間雖然小了 但是整體空間實用很多 雜物房裡面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其實每次裝傢俬的時候 一般我都會在場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傢俬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燈光的效果 如果有燈光的效果 在設計上當然我很清楚 整件事是怎樣去設計 和那些線怎樣走法 但是在師傅方面 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設計 當初的想法是怎樣 所以你好像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櫃 只是這個櫃也有四五組的燈光 所以如果我不在這裡 師傅他們會有很大的困難 線到底怎樣走 燈到底怎樣連 現在輪到主人房裡面的衣櫃進場 這就是把女女房和主人房 間開的大衣櫃 一早早砌上去的傢俬都很重 最後補填填膠 這樣就完成收效了 本身林太這間房子 還沒裝修之前 廳很深 所以在這個考慮 因為廳很深 所以在設計上 就幫他加了一間客房 這間客房就叫做多用途的客房 上面可以製造人 下面可以幫他收納一些雜物 下面其實空間也很大 所以他可以放一些很大型的雜物 在裡面或者一些行李 廚房裡面的食物用品 都可以放在下面 今天蔡師傅就約了電訊師傅 上來講解一下 智能家居的電訊接收位置 之後無論林太身處哪裡 都可以通過網絡 用智能手機控制家裡的智能產品 印象中的智能家居 成本都比較高 不過現在已經普及化 造價都低了很多 只要裝回智能面板 甚至乎用一個APP 就可以控制整間房子的燈光 窗簾和冷氣了 師傅現在幫林太 測試不同的燈光效果了 確保林太可以放心使用 林太的房子終於都完成工程了 我們一起看看裝修好的全貌 以前林太的房子 實用面積很大 但有很多雜物 不知道放哪裡好 而且用了三十多年的傢俬 都殘舊了 重新設計過空間佈局之後 客廳看起來依然很闊落 之前的電視櫃和梳化距離 好像很遠 現在蔡師傅將它設計了 一個特色牆的電視櫃 配合燈光效果 網絡高級了很多 完全有酒店的感覺 林太可以隨意調教燈光顏色的變換 除了冷光和暖光之外 其他顏色都可以做出來 而客廳就用了兩條燈槽 可以隨意調教光暗和光的冷暖度 現在電視和梳化這樣的擺法 觀賞距離就剛剛好 整間屋所有門口位置 都安裝了智能控制面板 除了可以在螢幕上使用之外 在手機內只要安裝的apps 就可以控制家裡的窗簾開關 真的很方便 蔡師傅為林太 量身訂造的智能家居 可以在手機或家裡遙距地 控制客廳每一間房的冷氣和燈 還有窗簾 甚至可以設定時間制 自動亮燈或關燈 好看見每位用家的習慣 無論你想加甚麼燈光效果 都可以在這裡自動變換顏色 選擇光暗度 已開派對都還可以 當有人要上來家的時候 就算你不在 都可以在手機上遙距開門 如果去旅行的時候 有朋友要上門幫你照顧寵物 又或者上來放下東西的話 這個功能真適合 看電話還可以很清晰地 看到每一個紀錄 大門的智能密碼鎖 還有攝影功能 說回以前的客廳 有很多雜物 看上去都要大致 東西就沒有位置放 現在做了全新的特色牆 裡面其實內有乾坤 這裡是一個雜物房的空間 如果有客人上來玩夜了 又可以在這裡借宿一宵 下面都放了很多雜物 以前門口這個位置是一個鞋櫃 裡面就是洗衣和紋浪衣的空間 現在重新設計過之後 很有酒店的型格感覺 配合滲光的位置 用深色的櫃去highlight 牆身有條紙紋的牆 然後就把燈光打到擺放的陳列品裡 整個高級感出來了 下面還有一張椅子可以換鞋 以前因為大門下面被淹水浸過 腐蝕了 這條紙都很大 而且是殘殘舊的 重新裝修之後 選了深色的大門 配合酒店風格 還裝了一個感應器 一開門進來就會自動開燈 這樣走進完關位就會很明亮 以前廚房的這個位置 下面是放洗衣機 上面是浪衣的 看起來不太美觀 蔡師傅就把浪衣的位置重新打造 裝了兩條通系天花 這樣就方便很多了 以前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是很舊式的 過了氣的了 現在配合燈光設計 打造出酒店風格 深色的廚櫃套裝 配合淺色的雲石牆 看下去一體化 感覺非常高級 配合智能家居的燈光調教 可以配合出不同的感覺 裡面的全彩色燈帶 可以出現很多種顏色 林太太真是選擇色 我都要你選擇了 餐桌的檯面石 是蔡師傅特意為林太挑選的 有些很低調的花紋 但使用了木簾 這個充電位可以自動升降 真是夠方便 訂造傢俬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將尺寸 完全配合到使用的用具 雪櫃和洗衣機位置都是剛剛好的 是可以的 回到柴灣的樂軒台 以前林太的睡房很大 可以三邊落床 而重新設計過空間後 看下去一樣大 而且配合燈光效果 床底有滲光 依然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另外還有大衣櫃 旁邊的層架也可以 隨意放置層熱品 感覺很高級 蔡師傅特意選出金色配白色 感覺很高級 門口走進來的空間 都不會覺得很焗促 連門柄都是玫瑰金的 旁邊就用了調子牆 看下去比較有設計感 也易於打理 走出房門前 還有一塊全新鏡 可以收拾到漂亮一漂亮才出門 以前這裡有一部鋼琴 壓住空間 現在重新改造之後 變成一個特大衣櫃 林太多了很多儲物空間 蔡師傅也滿足了林太的要求 可以將出街衣掛在這個位置 出街衣和家衣就可以分開放 這裡也用了燈槽的光 可以用智能調較光暗和冷暖效果 之前長身有很多裂縫 也開始脫灰 重新油過之後沒有這個問題 林太以前的衣櫃就在這裡 重新設計過之後 現在已經變成雷裡間房 蔡師傅利用這個全新的大衣櫃 間開了兩個空間 真的很厲害 一尺都沒有浪費 走進去雷裡間房 就有一個非常私隱度高的空間 旁邊設計了滲光 偷空了位置,減少壓迫感 還可以放多很多東西 也有層列架 上面放了一些雷裡喜歡的東西 而且衣櫃容量也很大 又可以掛衣 床尾有張可以升降的書桌 雷裡就可以在這裡享受她的私人空間 原來地台也可以儲物 師傅真是用盡每一寸的空間 這間房間就是以前女兒的房間 現在就變成了爸爸的睡房 重新設計過之後 看起來簡潔了很多 淺木色的櫃搭上白色的牆 感覺很柔和 以前的櫃有公仔圖案 現在就改了用木色 爸爸用起來就不會覺得格格不入 保留以前衣櫃的位置 還增加了很多儲物的空間 現在全家每一位成員 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因為廁所曾經爆過鹹水管 所以看起來很多東西 都霉晒融融爛爛的 重新設計過之後 簡直是酒店一般的風格 一體化的洗手盆 整個面板可以方便清潔 在鏡櫃上面也設計了滲光 感覺很柔和 蔡師傅還特地在棋桿的位置 做了兩個入場的置物架 可以放下洗澡的用品之餘 又可以裝飾一下 用深色做主吊 整件事看下去很高級 現在的廁所像整個酒店廁所一樣 妹姐, 柴灣這個單位快要收樓 真的萬眾期待 為什麼呢 這個單位真的很厲害 我聽說是智能家居 用一個電話 就可以控制全屋的燈色 可以說五角十色 這麼厲害? 對 不知道屋主是否期待呢 不如請屋主林太出來 你好, 林太 你好, 你好 收樓了 心情如何? 對 心情很緊張 很緊張, 剛才很緊張 對, 因為做了很久 差不多半年了 所以辛苦了這麼久 現在就收成了 對 怕太智能不會控制版面嗎? 也會怕的 對 上去看看什麼情況 好 好, 走吧 我們一起上去吧 好 先看看新屋 蔡師傅, 特地做一些歡迎 歡迎, 歡迎你 對, 很漂亮 有個亮燈儀式 先看看廚房 很漂亮 首先有一個餐桌 這個餐桌是中度變成餐桌 對, 我們可以坐在這裡吃飯 對, 煮完立刻就可以上菜 就可以吃了 沒有, 可以了 新鮮滾熱 而且這樣看出去 好像可以開派對 嘴巴 對, 還可以開派對 好 我喜歡這個風格 因為好像… 很有型 對, 型格 你也是型格的人 它是黑白灰 對, 有酒店感覺 對… 你喜歡酒店感覺 對… 回家好像回到酒店 對 對 有女的 很有型 連傢俬和電器都配色 配色 對 對 整個空間很一致 而且感覺很歸一 對, 很開心 廚房看完了 不知道廳房是怎樣的 不如過去看看 好 其實是小了 根據那個圖證 面積改了, 但感覺闊落了很多 是, 歸一了 乾淨了 雜物去了哪裡 雜物就是… 對, 你以為是老婆的… 對不起 對 老婆, 你老公的… 對, 全部都丟掉了 為什麼? 因為之前太多雜物 一箱二箱 好像太凌亂 所以現在裝修完了, 漂亮了 所以全都清了 而且看電視也好像近了 對… 而且這個特色牆 我們跟師傅選擇的 正常說挺有品味的 這個清一點挺漂亮 對, 你沒有什麼寓意嗎? 也沒有 我比較喜歡雲石的感覺 而且地板也是一起的 對, 配合 但上面的燈也是智能變色 好像… 對, 這些都是師傅幫我們想的 這樣很有氣氛 可以在這裡開派對 對, 沒錯 然後可以在這裡看不同的戲 又教不同顏色的燈 對 開派對, 如果認識了朋友 又可以馬上去旁邊的房間 再穿針 沒錯 好 你記得預約一位給我 好, 沒問題 是 主人房 就是這樣的 對 琳太太, 給點反應 很漂亮 很有酒店感覺 對, 你主要是做酒店感覺 對 現在那個主要是… 我看到很多燈槽 很多不同的裝飾燈 是 是 可以嗎? 非常好 是 但我怕是小了一點 對, 小了一點 是 但是… 多了很多其他東西 是, 可以收納空間多了 是, 多了這些櫃 這裡本來是鋼琴嗎? 是, 本來是鋼琴 因為女兒大了, 她也不彈 我就送給她 是, 如果女兒大了 對, 要多稱讚 是, 這樣 現在有兩個大櫃 是 對, 更多了間隔 對… 因為之前沒有… 我女兒就睡在隔離房間 現在給她一個房間 可以有獨立的空間 她自己有私人的空間 對 就是有點子母房的感覺 對… 也是能保持三邊落床的主人房 對 所以裝修也非常好 琳太太, 有這個智能也挺方便 你的屋子大嘛 睡覺後才不用儲出廳式燈 但是我怕不懂得用 小波, 每次來咬你 有一下, 我也要吃 這個按鈕呢 先看看誰 你好… 你好, 蔡師傅 蔡師傅 這邊… 放在這裡 你好, 蔡師傅, 你好 你好… 好… 很錯誤, 蔡師傅 放了很多擺設, 很漂亮 對, 很漂亮, 謝謝你 最重要是你住得舒服 謝謝 為什麼會想到 用智能家居給林太太呢 因為林太太經常出旅行 又去很多酒店 林太太也說過 很想家裡有酒店的感覺 所以就加這個元素給他 讓他覺得好像很現代 林太太整體有什麼不滿意, 投訴 沒有, 這次… 沒有, 這次… 對, 蔡師傅做得很好 那就說說, 請問他就算了 對, 謝謝 這次也做得很好 這個電視特色場也很滿意 而且房門也做得很漂亮 對 大致上也很歸一, 顏色也很好 希望林太太在這個新屋裡 可以住得開心 謝謝 快點辦第一場派對吧 好 好 這次改造成功幫林太太增加儲物空間 又滿足她對酒店風格的要求 她們一家也非常滿意 總開支用了大約66萬 沒有超出預算 希望林太太一家人住得開開心心 再次改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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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疗 北面 英文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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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